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 記得不要忘記要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今次我和大家示範的是 日本安康魚肝 不知道大家在壽司店有沒有試過安康魚肝呢? 我想我自己第一次吃安康魚肝大約是20年前 當時還要等到秋冬季才可以吃 非常矜貴 早前我見到Digi那間店 也有這個安康魚肝賣 那我就買來試下煮 我是第一次用這隻食材 前後做了三次 今次做得不是很完美 但也算合格 最難處理的地方是它的腥味 我用安康魚肝一次過做了三種不同的口味 包括有位壽司店經常吃到的安康魚肝配柚子醋 咖喱汁燒安康魚肝 還有醬汁煮安康魚肝 這一集我只是說安康魚肝配柚子醋汁 安康魚肝其實不是真的那麼難做 但是它最麻煩的地方是 它有一陣很難攪的腥味 買到回來的安康魚肝 第一件事就是用清水洗乾淨它 洗完之後我就用廚房紙弄乾 然後用清酒浸它一晚 在日本有句很有名的名句 就是西吃河豚冬吃安康 那你可想而知安康魚肝或安康魚是多麼好吃的呢? 我用清酒浸過安康魚肝之後 就用保鮮紙包著它放進冰箱等12個小時 12個小時之後 日本人叫安康魚肝有海上鵝肝的稱號 你可想而知安康魚肝有多麼好吃呢? 煮安康魚肝和煮鵝肝都面對相同的問題 就是它們有浸很難聞的味道 一個是腥味而一個就是酥味 煮鵝肝去酥的方法就是浸牛奶 血腥味會融入牛奶裏面 我請教過日本師傅 他們就告訴我 安康魚肝要用清酒浸幾天才沒有腥味 所以我第二天再用清酒浸多它12至18個小時 浸了第二次的清酒之後 我看到清酒不是太混濁 所以我決定開始做了 不知道你們見過安康魚嗎? 安康魚是很醜樣的魚 但是它實在太好吃了 雖然我恨醜,但我恨好吃的 在未幫它挑筋之前 我們首先要弄乾它 我們用廚房紙抹乾它 你們沒有聽錯 我是要幫安康魚肝挑筋的 如果你想吃沒有渣溶在口裡的口感 你一定要將它的血管和筋膜全部拿出來 這個就是做安康魚肝和鵝肝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如果吃一碟菜很貴的時候 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很多功夫的 安康魚肝在外面有一塊剝 而裡面就有很多血管和筋 我們要拿走它 不然就不好吃了 在安康魚肝那裡有一些粒痕 其實就是根藏入的地方 你要用刀挑開它 然後找一個鉗慢慢掀出來 通常你找到一條大血管的時候 就慢慢用刀削開它 然後你就可以挑刀出來 包著安康魚肝的外面有一層膜 我們都要撕開它 不然吃下去不好吃的 那些血管就像樹根一樣 一刀削開地上 你找到一條大血管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有很多細血管在裡面 用刀慢慢挑開血管 然後就慢慢拉它出來 盡量保持魚肝完整 不要弄得熔熔爛爛就可以了 盡量我自己都在試 恭喜你了 做完最難的部分 當你清掉血管之後 我會浸多一次醋水 等它連最後的腥味都要逼買出來 我會大約用一點的清水 放入一茶匙的醋和一茶匙的鹽 我自己選的是日本米草 如果沒有的話 用任何的醋都可以的 之後在醋鹽水裡要加冰 鹽冰水是用來處理海鮮的其中一種手法 除了可以保鮮和去腥之外 還可以將安康魚肝的肉收縮 大約我們要浸它半小時 當你浸完冰醋水半小時之後 你會發覺整個安康魚肝都收縮了 這個時候你要檢查一下整個安康魚肝 它可能還有很多根 以及它的剝封未撕好 你可能會發現浸完冰水之後 它的剝封更加容易撕開 用手指感過一下它 如果你發覺還有些血管未挑好的 就用刀挑上它 恭喜你了 做到這一步 所有的血管全部已經清光了 我們可以蒸熟一些安康魚肝 首先我們抹乾淨桌面 然後鋪兩層保鮮紙 一層貼住一層 這樣做法就會把保鮮紙做大一點 我們捲起來的時候就會方便很多 放一個安康魚肝在邊位 然後用廚房紙拍乾它吸乾水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如果你不弄乾它 蒸的時候就會很多水 淋捲在它之前 我們要在安康魚肝上面 灑多一點清酒 防止它有腥味 然後用保鮮紙在下面向上捲 就像捲壽司一樣 但是我們不用隻去捲 我們是用保鮮紙去捲 用桌子的摩擦力捲緊一點 捲多幾次 之前挑筋、挑血管的時候 可能把安康魚肝弄得爛 捲緊一點的時候去蒸 希望它蒸出來的時候不要碎了 然後把頭尾部分 多餘出來的保鮮紙剪出去 在外面再包多層石紙捲起它 頭尾也要扭緊 然後用剪刀剪去多餘的部分 最後我拿一支針在它周圍裡捲些洞 讓它蒸的時候熱點熟 加熱的時候又不會爆開 煮一煮熱水 大火蒸它大約20分鐘 有些廚師為了那個湯魚肝 保持它們幼滅的口感 他們會用8、90度的蒸氣去蒸它半個小時 然後再烤它半個小時 20分鐘之後 我會用支鋼針插下去 看看它究竟熟了沒有 如果這支鋼針很容易刺穿的話 代表它會熟了 攤冷之後就可以入冰箱了 攪拌了一大餐 做了幾天 終於開擺盤了 如果你想像我這樣 擺盤握like的話 就跟著我一起做吧 材料包括有海大芽 非常重要的醬料有紫醋 紫蘇葉 日本青蔥 白蘿蔔和日本七味粉 用凍水浸軟海大芽 日本蔥切細粒 用來裝飾用 蘿蔔要劈皮 然後磨勻 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發覺家裡沒有七味粉 我發現我吃杯麵的時候 有七味粉爽 沒有用到 所以拿來用 我是不是很聰明呢 攪拌完 完全完成了 海大芽切碎後 就放在碟上 用來硬底 到我們的主角 安康魚肝出場了 通常安康魚肝的頭和尾 我都不用 拿把好利的刀 連保鮮紙一起割出來 上碟之前 記得剝了一張保鮮紙 當你在冰箱冷藏一晚之後 安康魚肝就會黏得很緊 用青蔥做裝飾 加上蘿蔔用 就差不多完成了 最後我會倒入大約20ml的柚子醋 這樣就完成了 安康魚肝我也是第一次做 比起專業的壽司店當然差一點 但比一般的連鎖店一定好很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道菜 給點鼓勵我 給個讚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LIKE Subscribe Share 以及按鈴鐺 多謝你們的收看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 希望很快我們再見面